他第四題這一題 這請打信號 好不好 請打五顆星 這題之所以打信號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國中的階段很少遇到這種題目 就是很深入去討論說有關於代數 就是位置數的計算 跟這個什麼 集合的考題 直接合併在一起 好 那這個題目我先說一下 這個題目大概是因為 你看影片照他真的是 算數平均數跟幾個平均數有關 所以公司先請上去 2分之A加1會大一點 根號AB 這個先寫上去 好 那這樣看這題目怎麼做呢 題目說有個半圓的直徑是6 6 然後呢 裡面有個矯形ABCD 然後AB在直徑上面 然後題目就問你 請問你 ABCD的最大面積是多少 好 那這題目你怎麼假設 好 這是個半圓 對不對 所以無論如何你先寫個什麼 先換個連心吧 O OK 可以啦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假設 想辦法跟這個公式的什麼關係 好 第一件事情 一個題目是問什麼 ABCD的最大面積嘛 對不對 所以我看假設它的長跟寬 分別是什麼 X跟Y 或者是A跟B嘛 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假設 我先說一下 我為了方便 注意聽說 我為了方便 給我假設這個OA呢 是小A 然後AZ呢 是小B 我先說 你可以不用去用我的這個假設方法 你可以直接假設是A跟B就好 可是我現在先假設的是這個OA等於小A OA是小A 原因是因為等下可以方便我計算 不會出現那種分數的形式 的形式出現 我等下給你解釋為什麼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請問你 ABCD的面積是多少 如果從我們假設來看的話 這個是A對不對 所以OB呢應該是A吧 所以整個長呢 整個長應該是2A 對不對 然後乘上寬呢 這寬是多少 B 所以答案是2AB 所以我要找什麼東西 我要找一個找2AB的什麼 最大值 聽懂我意思嗎 我先講一句是原意是 我讓你去想到說 如何跟公式乘上的關係 我再說一遍 我說我假設這個OA是A 所以OB也是A 所以整個長是2A 然後寬就是B 所以它的面積就是2A乘B 就是長是很寬 所以我要找2AB的最小值 好 那這個2AB跟這裡面誰有關係 當然就是跟這個更化AB有關係 聽懂嗎 所以我要找誰 我要找是這個 A加B的問題 好 那A間怎麼算 來 接下來請把這個OD連起來 OD OD連起來之後 你知道OD的長度是多少 你知道嗎 OD長度 3 為什麼你知道它是3 因為題目說的 直徑是6 所以這個OD是什麼 半徑 所以應該是3 好 所以呢 換個桶給你看 代碼這裡就是A 這個就是B 這個就是3 這個就是9指甲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有什麼方法算 B是0對不對 所以等於 A平方加B平方 會等於3的平方 然後等多少 等於9 會嗎 可以啦 可以啦 好 那這個相當於誰也知道 這個 A平方加B平方 我們相當就是上面這個 所以我故意怎樣 我故意除以2 所以我知道的是2分之 A平方加B平方 會大於等於更號多少 如果我這樣行的話 我寫2分之A平方 這個A就是誰 就是這個A 所以我如果寫A平方的話 代表後面這個A 也應該寫A平方 我這裡寫B平方 代表這個B 就應該也跟著寫B平方 會啦 好 那請問你 這個A平方加B平方 不就是9嗎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什麼結果 我知道2分之9分 大於等於 這個 根號A平方B平方 剛好這平方平方 根本根號可以怎樣 小掉 好 現在問題兩個 需要加結對值嗎 這個題目需要加結對值嗎 不需要 不需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A跟B一定是什麼 正的 因為長度沒有負擇 所以不用加結對值 好那接下來 因為我要的是什麼 2AB 所以最重要把這邊 就乘以2乘以2 所以變成是2AB 小於等於9 所以我的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 最大值 就是9 因為我剛才我說得到嗎 2AB就是我的那個面積嘛 那面積小一點點9 就是最大值9而已 只會比9小 不會比9大 這樣會嗎 最大值9 會齁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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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